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仍然相信真诚是我心情未变的 来吧 看吧 尽共一生不可怕 尽共此生不愿不悔不恨 这事情的代价 作曲 李宗盛 要找林姑娘 不是 不是 是云飞娘娘 大胆 云飞娘娘身份不同 怎么会再为你钉马铁铁 我现在没有空啊 这里又没有工具 快把它带走 走 走 小人也知道云飞娘娘 现在不会再做钉铁铁的工作 可这匹马不知道 你以前以为她钉过很多次 也不差这一次了 我把工具都带来了 云飞娘娘 您钉马铁铁的功夫 是天下第一的 你进了工之后 这门记已经要失传了 所以小人希望你 在这里当众表演给大伙看看 怎么钉马铁铁 是啊 云飞娘娘 表演给我们看看 是啊 云飞娘娘 表演给我们看看 好想啊 云飞娘娘娘 云飞娘娘娘娘 云飞娘娘娘娘娘娘娘 云飞娘娘娘娘娘娘丁马铁铁的功夫 是天下一绝 也很想见到我们的 见识见识 来人来人 快扶娘娘 好好好 表演给大家看看 看看 开开眼 上导臨 你这样给我看看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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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大妹 表演给大家看看 好 好 表演给大家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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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奶奶是不是在跟那匹马跳路 大妹平常不是这样的 今天是怎么回事 大妹我来抱你 大妹过来 大妹你怎么样 你这匹死马 让我抓到你啊 一定把你给杀了 娘娘你没事吧 快点扶娘娘上轿吧 起轿 快要上路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喂 你干什么 你让我出去 那个人不是我 那个人当然不是你了 她是皇上刚刚奉了一贵妃娘娘的灵姑娘嘛 不是 她不是 走开啊 我才是这人呢 走开啊 走开啊 别在这儿闹事啊 你马上给我滚 不然的话对你不客气啊 你还不走 你再不走的话我打你啊 我认得你 楚楚 你不照镜也拿盆水照照啊 你哪比她的贵妃娘娘啊 走吧 走啊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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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贵妃娘娘 国账大人 钦差大人 老板 这么熟了 不必跟我客气 是 国账 要的要的 我们熟是熟 礼食不可一费的 难得国账大人 贵妃娘娘大驾光临 这是小店的光荣 这么多位贵宾 韭菜预备好了 好了好了 我快要饿死了 赶快进去吧 请 元妃娘娘 国账大人 请 哇 好丰盛呢 大妹 斯文点 大妹 你以前不会这样的 你贵为皇妃 做什么事都要减点一点的 不然以后进了宫之后呢 什么呀 人家饿了大人要吃东西了 皇宫的规矩呢 当然到了皇宫在手了 这里又不是皇宫 怕什么 那这位大人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 娘娘说的对啊 这里又不是皇宫 不用如此拘谨 听到了没有啊 林大叔 我说别说别说我不孝顺了啊 吃块鸡肉吧 让我上去 让我上去 下面这么吵 怎么回事 回大人 下面有位婆婆说要见娘娘 因为想亲自感谢她 是谁呀 是我 孙婆婆 贵妃娘娘 你还记不记得我 孙婆婆 小心点 大人 贵妃娘娘 我今天是特地来恭喜你的 恭喜你 谢谢你啊 孙婆婆 来来来 孙婆婆 来来来 坐下来 一起吃东西 坐坐 你啊 以前常帮助我 这真是好心有好抱啊 今天你封为贵妃娘娘了 这可真太好了 老天爷有眼啊 你的心地好 你的姐妹却很坏 她呀跟你完全不一样 经常啊欺负我们这些老人家 怎么会呢 她人很好的 人好 她呀 学你一半就不错了 孙婆婆 我们不要说这些了 来 大妹请你吃豆腐 让让 让一让 你是谁 不能进去 我是云妃娘娘 你们让我进去吧 你是云妃娘娘 你想得美 快点离开 我要进去啊 我就是云妃娘娘 你们让我进去啊 我爹在里边呢 你们让我进去啊 走 快走 快走 什么事 这个人疯了 他想进去 原来是你 竹竹 有人看到你杀了二牛 现在他们抓你回衙门 别跑 站住 救命啊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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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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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假的 我一定是在做梦 一定是在做梦 一定是在做梦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大妹 怎么了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我梦见自己的下帽 跟楚楚调换了 傻丫头 你在做梦吗 下帽又怎么能调换呢 不是 我真的很害怕 而且官兵还到处找我 说我杀了人呢 不用怕 不用怕 你在做梦 好好地睡一觉 睡醒就没事了 来来来 别大胡思乱想了 来来来 傻丫头 起来呀 爹 慢着 我不是你爹 楚楚 你真大胆啊 爹 杀了人还躲在我家里 我是小云呢 郭爷 没有杀人呢 把人抓起来 爹 我没有杀人呢 爹 走啊 走啊 我是小云呢 我真的是小云呢 爹 我不是楚楚 生堂 回忤 传犯人楚楚 传犯人楚楚 下跪犯人 你可认得你身边的死者 吴二牛吗 小女子不认识 大胆刁民 你竟敢睁着眼睛 在这里说瞎话 你与吴二牛 素有金钱纠纷 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你跟他发生冲突 你误杀对方 本来你即时逃案 本官可以轻判你误杀 但是你竟敢弃时而逃 如今还在本官面前狡辩 你真是良心的 你真是良心丧尽 罪无可恕 大人 冤枉啊 我不是楚楚 我是麻子铁匠的女儿 我是凌云 我是凌云哪 大胆 凌云贵为当今娘娘 你竟敢出言冒犯 我真的是凌云 来人 张嘴 我是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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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和言乱语 来人 给我重打三十大板 大人 我是凌云啊 大人 犯人不知晕倒 将犯人压下 改日再审 退堂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 来 官爷 为什么别人都有饭吃 我就只有粥啊 要不是我心软哪 你连粥都没得喝 鲁阿豆 你还记得我 我想你做梦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我吧 你这个贱人 终于有报应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为什么你要下毒 害我们全家 我没有 当时你嫁入我们的鲁家 当晚我们全家 就上上下下 上吐下泄 我当初以为 你是灾心或者瘟神 想不到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个香囊 是在我家井边找到的 里面放的就是毒药 毒药 楚楚不会这么做的 楚楚不会这么做的 你嫌弃我穷 也不用搞得我全家 上下鸡犬不宁啊 你的心真毒啊 爹啊 你陪我一起进宫吧 你一个人在这儿 傻丫头 村里的人我全都认识 很多人陪我 爹去吗 娘娘真是孝顺啊 看来国障大人 你早晚要去京城了 别的事我不敢说 我女儿真的很孝顺的 爹啊 你一起进宫吧 你不陪我进宫呢 要是我进去被人欺负那怎么办 好套的 谁会欺负你啊 哎 你也知道 宫里面呢 各个都饱读诗书 出入的人呢 非富则贵 我呢 畜生低微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一朝富贵 你怎么就把爹的话全给忘了 做人做事 只要凭良心 就没人敢欺负你 嗯 好了好了好了 我会记住的 娘娘 时候也不早了 请启程吧 爹啊 那女儿走了 嗯 大妹 大妹 什么事啊爹 路途遥远 你要是饿了 就吃点地瓜吧 快给我拿着 谢谢娘娘 大人 大人 我有很重要的事求见娘娘 老板您通喘一声 你简直荒谬 娘娘说你见就见她嘛 让开 听我说大人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要见她 您就让开 什么事啊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你跟我来 大妹 娘娘 楚大叔 什么事啊 大妹 你这儿娘就有楚楚 她被人抓了 还说她杀了人呢 哎 你先起来 你当爹的都帮不上忙 外人就更加帮不上了 哎 大妹 你又不是外人 你跟楚楚情同姐妹 我我我一样把你当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 不过你知道像我这种粗人 我又不会表达 所以你感觉不到啊 是吗 那当然是 哎 那个楚楚啊真是没用的东西 跟你这么久 一点优点也没学到 就只会记仇小气 现在还居然杀人了 哇 你这样说你女儿啊 你怎么能在大庭广州之下 席露你的女儿啊 她怎么说也是你亲生的 哎 大妹 你的心地真善良啊 简直就是海梁汪寒 只有你一个呢 认为楚楚 不是个坏人 不过你做姐姐的都不帮她 我想没有人会帮她了 你也关心没有人帮她吗 她是我亲生女儿 我当然关心她了 现在证据确误 她是死定了 不过我是希望她被砍头之前呢 有好日子过 如果有一点银两开 疏通那些官爷 那么她死之前呢 就能吃顿饱饭 死了以后 也不会做恶鬼了 说来说去 还不是又要钱 对对对 抓下去 你有钱 还不是拿去给你儿子去赌 不会不会 我一定不会给那个臭小子 我真的是想帮楚楚 你敢不敢发誓啊 天打雷劈啊 楚楚被人抓去衙门之后 你有没有去看过她 没有 你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还说关心她 从小到大 你根本就没有关心过她 我不好 我没有资格当她的爹 大妹啊 我答应你 我以后重新做人 不过你也应该给我个机会 补偿一次给楚楚 怎么补偿啊 补偿的这个形式有很多种 不过不想让你操心 你只要随你的心意 多少都没关系 说到底又是要钱 对啊 要钱难使鬼推磨嘛 你有没有啊 娘娘有何吩咐 有没有钱呢 娘娘要多少啊 十两 谢谢大妹 谢谢大人 这里有十两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你走 你看看她 起轿 天将 娘娘有何吩咐 回头 娘娘有何吩咐 回头 雷炭 天到晚 天到晚 下午 后 你不要怪我 是你自找的 你到底是谁 你是人还是鬼 你真勃起呢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你的好妹妹楚楚啊 不是 你不是楚楚 法师的法术真不错 说变就变了 我很喜欢这张脸 比起以前的那张脸啊 又好看得多了 看来你好像还没习惯自己的向往 那倒也是 你原来还美的嘛 你真的是楚楚 是啊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我知道了 原来那天晚上你是故意灌醉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因为我一直都很恨你 你拿走所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有一副美貌 一个家 大家都说 大妹你真是好人 你真是好心有好报 听到我就想吐了 相反大家都说 小妹是坏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跟我做姐妹 是因为我长得比你丑嘛 你跟我走在一起 才显出你的漂亮嘛 对不对啊 好啊 到你明明变漂亮了 你还要继续装丑来骗我 什么意思啊 可怜我呀 不是 可怜我就算了 那你就做到底嘛 你为了嫁给皇上 你为了享受荣房富贵 你问都不问我一生 你就变漂亮了 不会 你不会变得这么恐怖 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为什么老天要我这么丑 因为这世上根本就这么丑陋 这么恐怖 为什么老天不公平 你不只长得貌如天仙 还有一个视你如珠如宝的爹 我呢 我一无所有 老天不给我幸福吗 我偏要 你哭什么 你经常教我啊 说一个人的外表根本不重要 现在给你个机会感受一下 你走啊 哭够了吧 你不要再哭了啊 你哭得眼睛都肿了 看起来更丑更讨人厌呢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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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你这么可怜 我心里很高兴的 你看什么 我们是好姐妹啊 为我成为娘娘喝一杯吧 喝啊 我要你喝呀 好人有好棒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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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钉公 船钉公 钉公 小人在 你最后看的五二牛是什么时候 这个月的大蜀之日 当日发生什么事 楚楚欠牛哥很多钱 牛哥把她抓着 拉他走 意味把楚楚卖去当丫头 出事的时候 你可亲眼看到 没有 不过我亲眼看到牛哥抓着他走的 没多久我去找牛哥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师爷 在尸体身上有何发现 大人 死者手上紧握犯人楚楚 当日所穿衣裳的一脚 犯人楚楚 人证物证俱备 你和死者素有恩怨 现在杀人动机明显 你又何解释 我是凌云 我根本就没有杀过人 我不是你所说的楚楚 混账 给我重重地长嘴 是 不要 大人 在大蜀之日 楚楚来找过我 他说需要一些银两 离开美人村 我问他什么事 他不肯说 我一直都很信任楚楚 视他为亲人 于是 第二天晚上我就拿钱给他 但是 他居然借酒行凶 灌醉我之后 趁我不省人事 他居然将我们两个人的面貌调换了 混账 体下哪有变脸之术啊 你简直是妖言祸重 来人 给我重重地打 是 是真的 大人之间是 是真的 你认不认罪 不认 再给我打 你现在认不认罪 认我 南州 大人 如果再用重刑 恐怕犯人受不了 到时候案情未解 而犯人却死于重刑之下 传出去 恐怕对大人的威信 有所影响 那你有何建议呢 正所谓血浓于水 你口口声声说不是楚楚 是当今娘娘 好 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来人 传麻的铁匠 灵铁上堂 传灵铁上堂 爹 小人灵铁 参见大人 灵铁 堂上的犯人 口口声声说 是你的女儿 你去认清楚 她是不是你女儿 是 大人 爹 你快点告诉他们 我是你的女儿啊 你怎么会是我女儿呢 楚楚 知错能改 善莫大因 你还是投胎 找个好人家 重新做人吧 大人 爹 我自有你教我 要有良心 忍者无敌 你 我最喜欢吃烤地瓜 你最喜欢吃肥猪肉 但是我不准 于是你就每隔三天 半夜三更起床 借口说去茅厕 其实 你是叫邓大叔 留一锅扣肉给你 我没有阻止 因为那锅根本就不是扣肉 是什么东西 那锅是我叫邓大叔特制的面筋 爹 怪不得我觉得味道不一样啊 爹 我真的是小云啊 我真的是小云啊 你第一次打马蹄铁是何时啊 八月十五 时政中秋 那年我六岁 爹 你是出名的麻子铁匠 打马蹄铁的功夫 更加是无人能比 我知道你希望我 继承邻家的手艺 但是我没用 我一出事就怕马 而且马越靠近 我就越害怕 但是爹 你很疼我 你从来都没有骂过我 没有逼过我 你还打算把打铁工厂关掉 改做别的生意 为什么我女儿 现在打得这么好呢 因为有一次 你带我去后山玩 我们看到一匹小马出生 于是你就说 好了好了好了 别说了 不用说了 你的确是 是谁 的确是楚楚 爹 爹 我不是你爹 楚楚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大妹对你这么好 把你当是亲妹妹 不然的话 也不会把家里的事 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你了 你竟然要她当你的替死鬼 你想害死她 爹 我不是楚楚啊 你要我怎么说 你才肯相信我 你不用装可怜了 爹 我死了不要紧 但是你怎么可以 连女儿都不认呢 大人 犯人绝对不是凌云 我是 爹 来人 把犯人抓起来 是 我真的是晓云啊 爹 有劳你了 帮我把灵铁送回去 我真的是晓云啊 爹 爹 粉人楚楚 事到如今 认识你的罪再刁也没有用了 你还是早点认罪化鸭 免受皮肉之口 我不认 你不认识吗 来人 再给我用刑 你到底认不认 我不认 用刑用得他认为止 我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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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给犯人划鸭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是宫中的御花园 皇上自幼就喜欢诗词歌赋 绿林鸟语 所以这里的环境特别的清雅 皇上喜欢什么我不知道吗 要你说 真是大白痴 奴婢多言 请娘娘恕罪 奴才是总管蓝公公 拜见娘娘 你就是公公啊 听人说公公就听得多了 就是没见过 蓝公公啊 我知道宫中呢有许多繁文辱节 以后啊还要请公公多多提点呢 娘娘言重啊 娘娘眉清目秀 想必天资过人冰雪聪明 奴才又老又笨 何得之咬啊 你客气 我乡下有一句俗语 是说了老人家精力多见识广 就好像姜一样越老越辣 我们这些晚辈啊 当然要向你们多多学习了 娘娘真会开玩笑 奴才听得好高兴啊 高兴就好 心境开朗 长命百岁呀 娘娘不要再哄奴才了 哄的奴才啊 差一点连正经事都给忘了 皇上为娘娘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真的 是什么 请娘娘到牡丹房就知道了 想想 我们走 娘娘 皇上吩咐 只准娘娘一个人前往 哼 我不认识字 知道牡丹花长得什么样就行了 走得我半死 没有黄金珠宝也有绫罗绸缎吧 不要来找我 不要来找我 云娘 二千两 不是皇上 有鬼啊 没有啊 整个房间都有啊 大白天的怎么会有鬼呢 而且朕乃九五之尊 牛鬼神人见到朕也要回避 不是啊 我真的看到了 这个不是鬼 是朕从远处买回来的波斯镜 波斯镜 是什么东西啊 来人 把镜子摆好 是皇上 你好 这里每一块都是完美无瑕的铜镜 连你脸上有颗痣也可以很清楚地照出来 你看看 吓死我了 还以为他来要我的命呢 爱妃你有仇人吗 没有 那人家出身汗威嘛 皇上不嫌弃立我为妃 那其他的人知道了 也许看我不顺眼会来害我 你所看到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怎么会害自己呢 因为我刚才都说看到鬼了 你没听过鬼灵精鬼离精啊 他可能变成我的模样来害我 来吓我 人家啊 刚才已经很害怕了吗 你还问人家这么多的问题 皇上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 怎么会呢 朕对你朝思暮想 当日我们成亲 朕被人掳走之后 这是我们再次见面 朕希望以后能够天天见到你 朕为了让你高兴 千挑万选 才选到这份礼物 皇上对我真好 爱妃你天真秀气 真的很难找到一份 适合的礼物送给你 翡翠珠宝太过俗气 磷罗绸缎又太过普通 幸好 朕最好找到这份 天下最名贵的礼物 这几块镜子很贵的 虽然是贵 但只要能够照出 你美若天心的容貌 朕就觉得值得 皇上真会说话 今天说对我好 他日后宫三千了 皇上心里面就没有我了 朕痴心情长啊 皇后仙游三载 朕都尚未再历 什么仙游啊 朕只说皇后死了三年了 皇后已经死了吗 朕跟你说过了 你这么快就忘记了 记得 记得 怎么会忘记呢 对了 爱妃 所有妃嫔进宫之后 都会由容大姐教导礼仪 母后最信任容大姐 如果您想讨母后的欢心 必要好好地和容大姐相处啊 将身上的衣物全部脱下来 虽然皇上立你为妃 但是宫中的妃子众多 你别以为皇上宠爱就不可一世 皇上个个都说疼爱 朱元玉润应该好生养 什么人啊 菩萨菩萨 大宝啊 赶快叩头感谢菩萨保佑啊 保佑你健健康康啊 菩萨保佑我们何家平安 感谢菩萨保佑 菩萨菩萨 今天我带了鸡来还愿 明年呢我还会带乳珠来还愿呢 感谢菩萨保佑啊 啊啊啊啊啊啊 鬼啊 大宝快走啊 有鬼啊 有鬼啊 有东西吃了 好吧 点点我 一只鸡只有一个头跟一个屁股 那给你吃 菩萨 你得要先啊 长得丑也很好啊 给小鸡吃 我不要丑 我不要吃鸡 叔叔 你为什么生气啊 我不要丑啊 唯一的亲眼 最好的朋友都没了 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我会说 我们必须生气 那个这些 我不认真的 对 我们必须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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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耶斯尼 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我省得你成为恶鬼到处害人 谢谢你 多哥 多哥 什么事 你能不能给我一根铁针呢 还有叫我写冤情两个字 你要这些来干什么 老天不让我死 如眼睛可分对或错 这摩一瞬间看清楚我摸 藏于心底那真诚 如何供你抱千载情歌 从我的身份判别我 这摩的女子会否深爱莫 如爱貌让人错用情 如何令你看真我 来看一次清楚吗 是我不懂得气账 是你不懂我的好吗 仍然相信 真诚是我心情未变一 好